公務員事務局犯內部通告 要求今年7月1日之後入職的公務員 要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 聲明列明受聘的公務員 定當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區 尽忠職守 對特區政府負責 要填名、職級和簽名等等 自擔任高級職位的 例如是部門首長 就要宣誓 即是首長在聘用書 要定名是受聘的條件 如果不理會或者拒絕交回聲明 應該視為不符合拼任條件 如果有人涉嫌或者被裁定 違反聲明或者誓言